又來到移民升學徵讀班 我們早前幾集都講了很多關於移民和升學去英國的事 我們最重要是什麼?就是簽證 今集會和大家來一個去英國的簽證冷人包 我們請回今天的嘉賓出來 你好,Samuel Hello 我想問一下如果去英國升學的話 需要具備什麼文件呢? 要交什麼文件去移民署才行? 其實這件事不是很困難 在你拿簽證之前 其實你已經經歷過一些學術的測試 例如英文的考試或者雅思的考試 學校會出一封信給你叫CAS Certificate Acceptance of Studies 你拿著這封信是學校出給你的 其實有個數字 你上網填寫資料就可以了 另外額外還有什麼要提供呢? 一來你要做一個快結核測試 有一個TV測試 它有指定的診所 香港有四間你可以選擇 其實你一步基本上兩天 你給他一個學校地址 它就會出給你 另外就前寫所有資料 網上申請 然後遞資料 在香港的北角 它有個Center 之後大概快的 可能它有個快證 可能一個禮拜左右 慢一點的正常 可能三個星期就會出 需要父母提交一些 任何資產審查的資料 或者父母自己的證明嗎? 要的 香港現在又簡單了 香港因為是叫做Low Risk Region 以往其實 我講不同的國家 它都要你有能力 供養小朋友去英國讀書讀一年 18歲以上 就未必需要提供出生紙等等 如果不是就是爸爸媽媽的護照 要你有小朋友的出生紙 證明了你們的關係 以及這個銀行證明 但如果香港在Low Risk Region 其實有時候 這個Check-up都很簡單 我們在香港如果讀完中學 然後考文憑試 如果你想去考大學的話 你都會有時候 會拿到一些Conditional Offer 即你考公開試之前 然後你就會拿到那個Offer 我想問如果你想去英國讀書的話 你會不會同樣 是有一些Conditional Offer 可以拿到的呢? 會啊 因為我們報大學的時間 是一年前準備的 一年前去報 大概牛津劍檢查是12月15日 其他大學1月15日 截止 所以你是未有公開試成績 學校就會因應你之前的成績 以及你的Predicted 他估計你的成績 去出一個Conditional 或者Unconditional Offer 給你 大部分學校都會出一個Conditional Offer 有條件取錄的 條件就是你的語言條件 就是要你雅思過了6.5分之類 因應你不同的報讀大學 去學校已經有條件 通常你的Conditional Offer 就是它的條件 可能會高一點低一點 不會差太遠 然後你八月成績放榜 或者七月 看你什麼考試 你就拿著你的成績 去跟學校說 我證明我拿到你的Condition 或者我證明我拿不到你的Condition 我就要拒絕 再報大學 或者我就可以順利考入 你剛才也提到 Conditional Offer 主要就是圍繞著你的語言能力 其實香港公開市的話 除了中文、英文是語文科之外 很多可能是數學、通識 或者其他選修科 他們又會不會包含在內 主要會是 其中一部分就是語文的Condition 但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學術表現 可能他會出來 例如當醫科 可能要你拿五星、五星、五 那就會寫在Condition裡面 通常就是不計Liberal Studies 不計中文 只是看看你的Electives 那三科或者四科 或者你是拿了什麼成績 那達到多了 加上語文的Condition 就可以考入這間大學 你未考公開市之前 希望拿到那個Offer的時候 但是他又不肯出那個Offer給你 即是你自己是沒有Conditional Offer起手的 是否代表你沒有機會考入那間大學 他一定要告訴你 他Offer還是Rejection 他不會讓你留在一個很坦剔的位置 但是你報的UKAS系統可以報五間 那五間都不修理 你可以選到一間 都不修理 可能你選得太過Ambitious 你還可以在之後的時間 再Go through Clearing 就算你之前沒有報過大學 看看你什麼大學 他剩下這些學位 其實除了我猶劍LSE 頭五名的大學之外 其實很多一流的大學 都有Condition 你不可以報醫科 不可以報到修醫 牙醫等等 但其實還有法律系 或者經濟科 或者一流的大學 包括Wallet 其實都會進入Condition 所以七、八月 其實你還有很多選擇 不用太擔心 出了成績之後 其實你還是有其他選擇 去讓你拿著自己公開試的成績 然後逐間逐間去問 沒錯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是18歲以上 和18歲以下的學生 你在留學的時候 準備的程序 有沒有任何不同 有沒有任何分別 是這樣的 18歲以上 我想我們用大學做分水嶺 如果你是準備讀大學的話 很多東西可以很不同 大學的學術要求不同 你應該完成了你的 Secondary Education 中學了 你的心理準備都不同 幼教和大學 大學其實選擇 即使住宿上 你選擇都多些 你可以住在學校的坑 你可以住在 監獄 你可以找一個 主持家居住 你可以自己租屋 你選擇的大學 彈性大很多 whereas其實中學 小學 又有另一個門學問 父母幫你做選擇 就不是自己個人做選擇 你究竟是讀私校 Public school State school 還是Grammar 究竟是選寄宿 還是主持家居 還是父母會去陪讀 是不是 選擇地區很多 我想實在太不同 但因為 如果你香港考公開試的時候 年紀的話 有機會是十七十八歲之間 左右 當你要去外國讀書的時候 真的考完公開試 想去外國讀書的時候 可能你未必是夠十八歲 那需不需要有任何監獄人 或者任何一些簽證上的問題 很好的問題 真的有一點分別 如果你未夠十八歲 入大學 正確來說 你真的需要一個英國的監獄人 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監獄人 跟中小學的情況很不同 中小學真的要短假去住 這個監獄人的作用 其實是一個法律上的監獄人 只要你有一個英國的親戚 朋友 肯有甚麼事去負責 那就OK 這是比較條例上的問題 但也要留意 有些學科 譬如你讀醫科 他有解剖 他未夠十八歲的學生 就算你達到 都要求他 未必收你 如果真的未必有 一個英國的親戚朋友 肯做這個監獄人 其實條例上 有沒有任何幫助 去幫助這類型的學生 很多大學可以介紹家門公司 很多家門公司 是很樂意去做這個動作的 還有香港 如果是公務員子女的話 你去外國讀書 其實是有資助的 在程序上 要不需要遞交任何的文件 會不會是比較複雜的呢 其實不複雜的 在我們的角度 因為你做得多 因為你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當然網上透明度未必很高 你可能找到哪張模式 哪些情況都比較困難 當然你可以找到我們 OEA是有一張模式的 只要你填寫一張模式 要找學校幫你打印 其實我們做的方法 是非常直接的 直接就可以拿到那筆錢 去給你讀書 是的 我想問 其實整個申請程序 其實對於自己去申請的家長 都比較複雜 其實有這麼多個程序 會不會有哪一個程序 是特別容易忽略 或者有什麼程序 是一定要做足 一定要很仔細去做的呢 幾方面要留意的 尤其是中小學的話 升學的資訊的透明度 不是很高 所以當然你可以找我們 拿提示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功能 但第二件事 就是 就算是報讀手續的透明度 也不是很高 就算你報讀那些考試 英國有私立學統 也有考試 香港只有少數的中心 可以讓你考到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你可能要去文化協會 自己付款 去預約時間 有些困難 有些項校 甚至乎你不找中心 你可能自己去報 他要你飛去英國考試 或者飛去英國面試 無論是時差 還是 logistic 都是比較麻煩 所以就變了 你要早點去留意一下 你自己報名的學校 有些甚麼要求 因為很多時候 學校就算一開始 他未和你溝通的時候 可能如你登記 你填了一方登記 登記費要付200磅 登記完後才告訴你 原來每個學生都要你飛過來 還要每一個學生都要住兩晚 打亂你的想法 你的安排 你要早點去留意 越小的學生 學校的要求可能是 你可能在你眼中覺得更麻煩 但其實別人只不過是因為 對你自己的小朋友 適不適合 比重提得更多 至於你說去到大學的話 我相信要留意的就是 你報讀的時間 中間有一些叫個人陳述 要寫的 香港人 成績多厲害也好 文化不同 我們很少自誇 我們偏虛 文化比較 所以就算你一個很厲害的學生 有時候你寫一些陳述 未必寫得更好 就會影響了你報讀的機會 要留意 好 今天好多謝Samuel 跟我們說了很多 申請上的問題 很多手續其實都很繁複 如果你不是每天做的話 其實都真的很投行 我們今天真是多謝Samuel 我們下集再跟大家說說 乾杯 如果你也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及Facebook Page 記得按下鐘仔 就可以留意到我們最新的資訊